我现在呢,是来到了一个叫做Wat Pa Puta Bird的寺庙啦 这边的寺庙呢,我觉得是蛮特别的 它有很多这个雕像 然后它的雕像呢,都是五颜六色的 很美叻 做到非常的detail 这边是它的大门 很漂亮 在左手边呢,是他们parking的地方啦 我的脚车呢,是放在这边下面 然后,它这边parking,这边呢,它也是有一些雕像 我们先来看这边的雕像先 我觉得这个雕像也是很漂亮 你看 哇 很不错的哦 这边也有一尊 这两尊大尊的 它应该是 Naga来的,你看他们的身体里 是一条龙来的 然后,前面那边也有几尊呢 小尊的 OK 好,我们进去寺庙里面看啦 前往寺庙的走道呢 它旁边两行呢 都是这些雕像啦 我不晓得这些是什么雕像啦 应该是泰国的神兽吧 看起来有点像麒麟耶 但是感觉应该不是麒麟啊 你看 很漂亮哦 然后有一只尊 都很美 很美 很美耶 它的颜色 哇 然后它在旁边两旁哦 是竹林来的 好 哇 很漂亮 这只长得像鸡的 应该是他们鸡的神明吧 因为我看到在泰国 有很多鸡的这个雕像 它们是放在那个拜神的地方 所以他们可能是有拜鸡的神明啊 好 看很美耶 现在是在爬着上坡啦 有点喘啊 哦 这只 马耶 哦 那进来 有三只大象 有只旁的 它们的相声 这边应该是他们住宿的地方 哦,看到那个尖尖的东西了,在前面 然后,这边 旁边这边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呢 它的雕像还有,所以它应该是一路沿着到那个尖尖的东西那边都有雕像 他们的发电机,两架 到了尖尖的,在修建这里 这边应该是他们的其中一个殿堂 这边应该是他们的其中一个殿堂 我去看,好多狗 很多很多神像这里 哎呀,它这边 感觉上 应该能上吧 上去看吧 OK,到这边好了 里面有两寸神像 感觉上这间寺庙好像都在修建着 至尊是在泰国很出名的神明 然后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的 蛮多人过来的 然后它也是免费参观的 然后它也是免费参观的 我的脚车 它也是没有收费啦 哦 进去那个尖尖的东西 那个 entrance 它有两只这个龙啦 一只是金色的 一只是白色的 然后这边还有 这是观音吗 哦,好像观音耶这尊 旁边这个还在见着 这边 也是有地方可以上去的 我先上去看这边是什么 吧 哦 很多花 哦 那尊米勒佛 哦 这边是一个殿堂耶 哇 金色的殿堂 很漂亮耶 这个 哦 哇 这边是一个 小小的殿堂 哇 这边全部是金色的 走过去看 金龙 这是什么耶 好紧 上去看一下 哎呀,卡住了 丢钱的地方 你看哦 那些钱哦 有些会站着的 很特别的这个 第一只见了 没有什么风景 这边是白色的龙啊 哦 后面那边就没有东西了 走进去他殿堂里面看 哦 哦 看 看 他的这些壁画也很漂亮 哦 他整个殿堂都很美 哦 他整个殿堂都很美 哦 这边应该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啦 哦 我们去看那个尖尖的东西哪里了 ok 现在 我们走去这个尖尖的 这个其实是叫什么啊 它是有名字的嘛 哦 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啊 它是 它是 宝塔吗 看起来像是塔 哦 哦 它的 啊 楼梯的 旁边两边呢 也是有很多这个雕像啦 哦 我都觉得 很漂亮耶 这边的雕像 然后 啊 它这边 啊 楼梯两旁呢 也是有这个龙围着的 啊 左边是金龙 啊 右边呢 是白色的龙啦 哇 哇 静静看原来也这样壮观耶 哦 哦 很美 我们先去看外面先 等一下才进去 感觉这个 寺庙 它这边 这个尖尖的这个塔这边呢 它是以白色跟金色为主了 然后它的那个 金门的那些雕像呢 又很colorful 啊 是有 一个很冲突的感觉 但是又不违和 哦 很漂亮啊 这边有一尊 这个 这尊神像 哇 它整个整个尖尖的 这个塔呢 都是有这个两条龙围起来的 哦 哇 这边还在见者 这边还在见者 这真是什么啊 很熟耶 是不是 好像有看过 哇 哇,后面还有啊 哦,在后面这边有一个 小池 哇 哇,它的这个 扶萍啊 大多大哦 很暴盛耶 啊,这边还有 养这个 鸭子 可爱 哦,这边后面还没有油身青色的 哇,它们应该是在油漆耶 这边也是还没有建好的耶 哦,所以是才刚建不久罢了 看到吗 这个庙 还在建这耶 你看,它的龙到一半罢了 它上面有很多这个风铃 嗯 我们现在进去它的里面那边看看吧 这边外面 完全是看不到风景啦 全部被这些树挡着了 哇,所以这边可以拿来敲啦 我试试看一个 哦 看它们是每一个都拿来敲的耶 所以是一敲的话就每一个都要敲完啦 我是不知道啦 看 它里面这边呢 就是一阵很大阵的说服 哦 OK,里面大概就是这样子 哦,一尊金色的说服 哦,大致上 这整间庙应该就是这样子啦 哦,大概大概是走完了